明瞭他人的情形 我们没有观察他人的生活情形 我们可能不知道和我们不同社会阶层的人 或者被我们穷困的人 或者被我们富有的人的生活情形 健康的人不了解病人的感受 自幼就残废的人 不能够了解健全者有充沛精力的感受 好像这些缺乏本身的经验 令人不能够了解他人的感受和反应 于是令人不能容忍 容忍是由了解产生的 没有那种经验就不能够了解 所以我们要多方面 尽可能吸收各样的经验 旅行尤其能够增广见闻 但是要注意 不要享受得太奢侈 才能够体会到多层的经验